Hello大家好,我是荷马飞Martin 本周末即将开盘的全新紫色区 Bubblewood ARBOR 由新的建商Shuhome来接手 原来是耳丸公司的地块 耳丸公司6月份推出建商市场之后 卖给了其他的一些建商 现在终于确定Shuhome来接手并且开盘 本周末开盘我们抢先看一下 户型2的外力面 省材88的风格 进去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户型 我的总结就是 Healsight和Fioli 原来耳丸公司的这两个紫色区的结合 先进来这个楼梯厅的位置 就是Healsight的2号户型 挑高楼梯厅 它是一个大餐房 室内是2347尺 比户型一大200尺 大挑高 这个就是Healsight的户型3 户型3的样子 然后一楼这边是有一个半个卫生间 让满间到处都是装饰 墙子贴得很漂亮 但是一交房的话会是比较简单的样子 但墙子也不值什么钱 左边这边有木纹的贴面装饰 这也可以自己做 但很多家庭 除非买药满间 非药满间的话很少看到 这么多木纹装饰 好 一楼就是Healsight的设计 二楼是Fiori 为什么叫二楼是Fiori 因为二楼多了一个loft 2300多尺的三房 大三房 餐厅 厨房 大客厅 空间非常够的 但是目前看到的 阿博物的第一 户型一户型二 很奇怪的是 这个墙面 为什么没有做落地玻璃门 这个比较奇怪 也完全可以做落地玻璃门的 这样的话 这个餐厅更大气一些 白色橱柜 灰色导台 要满间直接升级到 顶级的SubZero和Wolf 我们公司以前会用KitchenAid 但交房的时候 它会只好不坏 就是如果KitchenAid没货的话 它会升级到Wolf和SubZero 但现在的虚后庙板间 直接都用最紧急的 意味着交房的时候 也一定是这个品牌 会得比它更好 好 户型一户型 都有这样一个pantry空间 应该是可以自己升级为 第二厨房的 这边没有放可升级的纸头 餐厅是全民餐厅 很多人就叫这种餐厅 吃饭的时候 两边都是窗户 很通透 好 这是车库的位置 一楼要满间是地砖 尔满公司的习惯吧 现在虚后面也是沿用这样的标准 其实尔满间在尔满公司 卖给虚后面之前已经造好了 好 一楼是非常宽敞的大客厅 在pantry或者第二厨房 后面中规中矩 然后回到楼梯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Ubwood的户型2 2347尺比户型一大200尺 一楼有点像 原来尔满公司的heoside heoside也是调高的楼梯厅 感觉很大气 上来之后 就是像尔满公司的faili faili二号户型 它是带loft的大三房 其实这个位置自己多个墙 也就第四个房间了 2300多尺 只是三房的话 有点浪费 虽然说空间很开阔 好 楼梯上来之后 右手边就是主卧 一会儿就会看 这里有两个次卧 共用卫生间 这是一个次卧 背景墙是贴的墙纸 要么今天为了显得空间比较大 都会用小号的家具 这边放一个硬要床 放一个full size的床 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次卧中间是洗衣房 洗衣房后面一排柜子 这个设计不错 美国这边的物品非常丰富 这个房间感觉稍微小一点 也是放一个full size的床 所以也放一个硬要床 背后墙子很漂亮 所以楼上的话 loft其实也可以做为第四房间 这个是一个三房 2.5位 也可以变成四房2.5位 最后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足够大的 两侧房子柜很宽 背后又有木门的贴面装饰 汗多料板间基本上都能背出来 还有一个设计 左卧身间 两个洗手池在一起 独立的浴缸 淋浴房 然后里面有一个 银帽间 大小 不大不小 比较中等吧 这个是放毛巾的 挺方便的 好 这是Upperwood Portoise Prince跟 Olivewood同样的一个山头 最后一个山头也是最高的位置 Upperwood二号户型 室内2347尺 售价第一期是183万 一定是网上涨的 三房2.5也加loft 基本上就是 尔曼公司原来的 Hillside3号户型的挑高客厅 加上Filewood1号户型的楼上的 戴Loft的大山坊 基本上这样设计 还是不错的 这个户型还是挺 我个人也挺喜欢 有兴趣约好吗 今天开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